在缅甸北部,一场激烈的冲突正在上演,国感同盟军在彭德仁的带领下,发起了对缅北地区的进攻,这一举动不仅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复杂因素。 订阅本宫巴历史,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国感同盟军,这是一个由多个民族武装组织组成的联盟。 他们在这片多民族交织的土地上,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和理念,而彭德仁则是这股力量中脱颖而出的领导人物。 他以坚定和国感著称,那么,在缅甸北部发生了什么? 根据最新情报,国感同盟军已经占领了数个关键位置,并且他们似乎并不满足于此。 对于该地区其他民族武装力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警钟。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瓦邦联合军。 虽然瓦邦并不是缅甸官方认可的省邦级行政区域,但它在善邦内享有相对独立性。 事实上,瓦邦联合军拥有庞大的规模和先进的装备。 据报道,他们配备有现代化武器系统,包括装甲车、无人机乃至直升机,这使得他们在技术层面上占据优势。 历史上看,瓦邦与缅甸政府之间签署过互信协议,两者之间还存在经济层面上的合作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瓦邦联合军选择了保持中立,并没有参与到当前的战事之中,谈到经济合作。 瓦邦在缅甸各地都有企业和经济活动布局,这种深度合作反映出双方互利共赢的关系,并解释了为何即便周边形势动荡不安,瓦邦还能保持其中立立场。 最近,瓦邦联合军再次重申了其立场,我们不会参与任何军事行动,并且我们不会选边站队。 这种明确态度展示了其对维护地区稳定所持有的承诺和责任感。 瓦邦联合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89年,当时缅甸共产党解体后,原属于该党的民族武装力量分裂为多个独立的民族武装团体。 彼时,瓦族武装力量成立了瓦邦联合军,它的主要成员是来自缅甸东北部的瓦族人。 自成立以来,瓦邦联合军通过与缅甸中央政府的谈判,以及在边境地区的经济活动逐渐发展壮大,瓦邦联合军的武装力量庞大。 据报道,其人数超过两万五千人,并且装备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包括轻重武器、火箭炮和高射炮等。 这使得它在缅甸诸多民族武装力量中独树一帜,拥有足以与缅甸政府军抗衡的军事实力。 在政治层面,瓦邦联合军与缅甸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复杂。 2015年,双方签订了一项互信协议,该协议规定瓦邦联合军可以在其辖区内实行自管自营。 这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瓦邦联合军的自治权,然而,尽管有此协议,瓦邦联合军与缅甸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和平。 双方在边境管理、资源控制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瓦邦联合军的经济基础主要来自于边境贸易和资源开采, 其中预示开采尤为重要。瓦邦与缅甸中央政府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双方在经济层面高度融合。 这种经济合作不仅为瓦邦联合军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缅甸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在缅北的军事格局中,除了瓦邦联合军,还有其他多个民族武装力量活跃在这一地区,包括国敢同盟军、德昂军、克钦军等,这些武装力量时而联合。 时而分裂,使得缅北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态势变得异常复杂。 彭家生之子彭德仁带领的国敢同盟军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在缅北战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缅甸政治人物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民盟保卫军在与瓦邦联合军的关系上保持一定距离。 昂山素季对民族武装的态度一直较为谨慎。 他在推动民族和平进程的同时,也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和诉求。 国敢地区一直被看作是缅北的最后一块据点,而国敢同盟军则是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一方。 不仅如此,德昂军、克钦军等也为国敢同盟军助威,增强了他们的实力,扩大了他们对缅北地区的控制。 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缅甸各军事力量并肩作战,共同推动战局的发展。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瓦邦联合军在这场战争中却保持了沉默。 尽管他们是缅甸境内最大、实力最强的名列前茅的武装组织,却没有参与到这场战争中去,这个情况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要了解瓦邦联合军的秘密。 我们必须先了解瓦邦的含义,瓦邦并不是缅甸政府正式的称谓。 缅甸政府将其称为缅甸第二特区或者善邦第二特区,瓦邦的位置特殊,地理环境复杂,民族众多,政治局势复杂。 在这样的背景下,瓦邦联合军选择了保持中立,不被卷入缅北地区的战争,瓦邦联合军的中立立场可能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他们可能希望保持自己的地盘稳定和安宁,避免被战争卷入。 其次,他们可能认为参与战争对自己的民族利益没有太大好处,因此选择保持中立。 还有一种可能是,瓦邦联合军正积极寻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自身问题。 而不是通过战争,总之,瓦邦联合军选择保持中立,不参与缅北战争。 这在当下战争纷争的背景下,显得与众不同,其背后可能有诸多原因和考虑。 需要深入探究,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揭开更多瓦邦联合军背后的秘密,并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 瓦邦是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它并非一片完整的区域,而是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地区,两者之间相隔大约400公里,北部地区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横跨广阔领土,而南部地区则有1,3万平方公里。 遍布壮丽风景,总人口大约有60万人,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 这两个地区虽然各有特色,但都是瓦邦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互交相辉映,勾勒出瓦邦的独特美景,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缅甸的地图上找不到瓦邦的踪影呢? 这纯属正常现象,因为瓦邦只是善邦的一部分,并非独立的省邦,尽管如此,当地人却一直称之为瓦邦,并不断努力将其提升为与善邦同等级别的省邦。 这种坚持和努力,实在是令人钦佩,简而言之,虽然瓦邦并非独立存在,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广阔的土地、庞大的人口和独特的美景。 瓦邦联合军凭借这片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实力和规模也远超过国感同盟军,有鉴于此,瓦邦的地位和影响力无庸置疑。 整个瓦邦联合军通常称为瓦联军UWSA的规模庞大令人震撼,根据公开数据统计,他们拥有三个师和一个军区,总人数超过四万人。 除此之外,瓦联军在各个县也组建了地方武装部队,其中最引人重目的是位于猛茂县的629团,拥有近六万人马。如此之多的人力资源。 瓦联军整体实力竟然超过十万人。 可以想象,他们在缅北地区必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瓦联军不仅在人数上雄厚,而且武器装备也相当精良。 他们展示了各类重型装备,包括装甲车、轻型导弹、无后座力炮,甚至还有无人机。 在缅北地区的武装力量中,瓦联军的装备可谓独一无二,他们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不仅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还有强大的军事支持。 瓦联军的存在无疑给缅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影响。 是什么让瓦联军在缅北地区如此强大? 它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发展成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的? 这些问题不禁令人好奇,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瓦联军的故事和军事实力,让我们深入探究瓦联军的历史,组织结构和战略部署。 一探究竟,瓦邦联合军的秘密武器是令其他缅北民第五羡目不已的空军部队。 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从第三国获取了多架俄罗斯制造的米17核满中型运输直升机,这些直升机不仅两侧都配有武器挂架,还携带着天燕九十空空导弹和无控火箭弹发射潮。 最大载荷可达一百余发五十七毫米无控火箭,具备强大的对地打击能力,成为瓦邦联合军的传奇秘兵,而瓦邦联合军为何拒绝加入果敢同盟军和其他地方武装呢? 原因之一是,他们与缅甸当局达成了令人称献的和解协议。 这份协议于2015年10月12日签署,根据协议,瓦邦联合军在其管辖区内自行管理和运营,除非获得瓦联军的许可,否则任何缅甸当局的人员都不能随意进入瓦邦,缅甸当局每月提供42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并供给丰富的大米、汽油等物资。 这种经济支持和资源供给为瓦邦联合军带来了优渥待遇,瓦邦联合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他们拥有的天空之力无疑是敌人的噩梦,通过与缅甸当局达成和解协议,他们不仅获得自治权,还享受着丰富的经济和物质支持。 这些举措,不仅彰显了瓦邦联合军的实力,也巩固了他们在缅北地区的地位。 瓦邦联合军的故事,无疑是一个令人目不转睛的传奇。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的订阅有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